最近的消息要带您关心的是在飞机场 那么加拿大返国这个富人发烧有40度了 已经立刻进行隔离了 我们请记者杨国志来为我们掌握 好 在今天早上4点半 有一名20多岁的女子从加拿大的温哥华 搭航CIO031班机回到台湾的旅客 她在经过发烧筛检站的检测的同时 发现她发烧40度 随即由机场的医护人员穿的隔离衣 将她送往鼠立桃园医院来进行初步的诊治 而目前这名女子的情况初步了解 她是在发烧40度 那是不是H1N1的疑似病例 目前还在做进一步的了解 但是她在出境的时候 确实是引起检疫人员非常大的紧张 所以立刻将她戴上口罩 送往鼠立桃园医院来做治疗 目前是还在进行初步的检查当中 是不是H1N1可能要稍后才会有最新的消息得出 不过由于她是从加拿大 目前加拿大已经是这个疫区 所以这个个案也是让防疫人员非常的重视 所以现在除了将她送往鼠立桃园医院来进行治疗之外 同时也进行了初步的采验 同时今天在机场部分 还有要前往成都的旅客 因为成都现在也已经出现了第一期的大陆的境内 第一期H1N1的病例 所以要前往成都旅游的旅客 他们其实也是虽然是有准备 但是心里还是怕怕的 我们看看稍早的情况 那个因为它比较国际医疗可能比较差一点 但目前进行国际医疗好像没有死亡病例 问题是你现在去四川那边的医疗设备 写定什么情况要差一点 我有带药 我带科疗感 真的吗 我带大青影像 在大影像 在口罩 我在这里 你带四个吧 好我们看到这个要 今天要搭击到成都的旅客 她们确实自己自身都有做好一些基本的防护措施 大家都希望是可以平安 而另外呢 刚刚稍早提到加拿大这名女子 她们其实现在这个 已经在逐步了解她最后的情况 如果说最后确实是H1N1的话呢 也会针对她所搭 搭击回来的这班班机的旅客 所以来做逐步的清查 医生上是在机场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还给台北棚内 好 从疫区返回台湾 发烧资源高达40度 已经立刻进行隔离了 那么踩检体之后呢 恐怕这个报告要到晚一点才会出路 我们随时给你最新的消息